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损耗一个盛年劳动力 无疑是雪上加霜 落在鲜藤孙子的奶奶眼里 我成了祸害整个家的罪人 她毒性是我迟迟不肯出来 才使得家里少了一个可以洗衣做饭 任劳任怨的女人 她全然不去自省 是谁逼妈妈在地里打活干到最后一刻 她胃不正 也死活让顺产的人 正是她这个迂腐又霸道的老太太 爸爸常年在外打工 面对失去妻子的噩耗 以及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 她能做的只有寄钱回来 根据邻居回忆 奶奶脾气暴躁 心眼也偏 她把我丢到寒冬腊月的水沟 只因我那时动不动就哭 吃时方面 奶奶喂了哥哥 舔着脸去求死对头给养奶 给我喂的只有一碗碗吸得要命的米糊 不知是不是心有灵犀的缘故 我挨打挨骂了 哥哥都会出现在我被丢弃的地方 他把省下来的糖偷偷塞到我嘴里 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奶奶 到了上学的时候 我还是经常饿肚子 奶奶节省的要命 爸爸寄回来的钱不算少 但他不舍得买昏星 偶尔买点鸡鸭鱼 也多半落到哥哥碗里 他那双猫头鹰一样的眼睛死死盯着 生怕哥哥会像小时候那样暗肚沉仓 把好东西变成我的腹中之物 哥哥想了个办法 放学后趴到地里抓虫子 掳起裤腿到河里抓鱼 有了收获 他用火烤熟递到我面前 有油水的东西吃起来特别香 我一边吃 一边往他嘴边塞去 哥哥摇头说不饿 让我在外头吃饱点 这样才有力气被课文 写功课 谁料有一天 他为了给我抓一条大鱼补身体 差点淹死在暴涨的河里 那是一个炎炎夏日 我们一群伙伴在河里游泳 哥哥水性好 游到离岸边比较远的地方 打算去找肥美的大鱼 他想着给我弄上来吃个饱 哪知上游下起暴雨 水位突然涨了很多 我刚来得及上岸 转身就见到哥哥被冲走了 闪电在半空不断亮起 我吓得半死 死死咬着牙关 沿着河道喊救命 终于前来帮忙的村民找到了哥哥 但他伤痕累累 身体撞到石滩上 断了好几根肋骨 奶奶见我没事 拿起扫帚猛扑过来 哥哥咳着血 起身拦着 奶爱 是我把小玲拉下水的 要打就打我 他让我千万别提大鱼的事 还说 没让我吃上鱼 以后补回 我挖得一下大哭起来 哥 我以后再也不要吃鱼了 我只想你好好的 哥哥在县医院住了两个多月 爸爸终于回来了 他攒下一笔钱 打算在县城盘下铺子做生意 爸爸的回归让我心情雀跃了好几天 尽管我们妇女一年见不上几次面 但血缘仍在 至少他对我不会比奶奶差吧 可现实比想象中的残忍多了 我爸娶了一个漂亮 但没文化的女人 他比奶奶更自私 表面上装得对我们很友善 实则想把财政大权揽在手里 在我和哥哥上三年级时 后妈生下了一个儿子 这样一来 爸爸彻底偏向和疼爱他们母子 奶奶心胸狭隘 他看不惯 狐媚子懒惰作妖 还抢走他的宝贝儿子 可有句老话叫做 遗物想遗物 遇到后妈那样的人 奶奶一丝便宜也没占到 当婆婆的 想喜欢小媳妇干活 可架不住 小媳妇对丈夫瞎娇 四两泊千金 把家务推出去 最后 我成了承担一切的倒霉蛋 家里人多 每天有堆积如山的碗筷要洗 有数不完的家务要干 小弟弟一天要换好多套衣裳 后妈先洗衣机 洗得不干净 非要我手动清理 这样一来 我哪有时间 看书写作业 加上转到竞争更大的县城学校 我只能眼睁睁的 看着成绩下滑 哥哥看不过去 死活要跟我一起干 可奶奶心疼他 转头把火 撒到我身上 挨打挨骂 成了我生活的主题 床单总是被泪水 打得湿答答的 睡在隔壁小床的哥哥安慰 妹妹别怕 我会帮你想到好办法的 上了高年级 男生的理科斯韦优势 出现出来了 他的分数像雨后春笋一样暴涨 奶奶看得心里欢喜 一个字说他有出息 后妈心里不痛快 他儿子看起来笨笨的 快三岁 还不太会说话 反应比别的孩子慢 这样一来 爸爸心里的天平 忍不住往大儿子身上倾斜 哥哥说分数能提高 全靠我课堂帮忙做笔记 课后帮忙分解消化 他让爸爸平衡以下家务 别全丢给我一个人干 否则少了我这个神助攻 指不定他哪天又要落后了 但是不痛不痒的告状 只换来大家长的敷衍应对 无奈之下 哥哥开始跟踪后妈 把他去美容店挥霍的事 同给奶奶 试图用引起战火来替我消灾 这招离间计用得很妙 奶奶一辈子把钱看得比天大 见不听话的儿媳挥金如土 气得拎起大棒子 冲到美容院教训他 后妈不是省油的灯 她楚楚可怜的趴在爸爸耳边 用他善于颠倒黑白的嘴告状 正当一家之主打算各打五十大板 将一碗水端平时 哥哥爆料了 他说在棋拍室 看见后妈跟一个叔叔的腿勾在一起 还看见他们互相换牌 这话如同惊雷 把爸爸劈得外焦里嫩 他狂扇了后妈几巴掌 大声狂吼 老子辛辛苦苦供你吃穿 你哪来的脸 给老子在外面戴绿帽子 眼见为食 奶奶又火上添油 后妈收敛了不少 主动用干家务 重新讨好爸爸 我身上的繁重家务轻了不少 很狗腿的给幕后军师锤背放松 哥哥宠溺的揉着我的头发 我是哥哥 保护妹妹是我应该做的 在哥哥一路拉拔下 我紧随其后 两人一起上了重点高中 奶奶依旧看不惯我 嘴上念叨着 女孩子读那么多书 有什么用 不如早些毕业 早赚钱 给两个孙子攒点彩礼也好 此举深得后妈的心 自然不会反对 关键时候 哥哥站了出来 他斩钉截铁的说 我们是双胞胎 要上一起上 不然一起辍学 爸爸到底是在城里待过的人 知道读书的重要性 与其让我初中毕业 进场拿千把块的工资 不如养大一点 以后给家里带来更大的价值 在哥哥的护航下 我得以考上了心仪的大学 终于远离了那个毫无地位的家 临近毕业 奶奶难得好言好语 让我回一趟家 故意不通知哥哥 原来他物色了一门好亲事 狂跟对方吹 我是个漂亮聪明的女大学生 打算敲对方一笔厚厚的彩礼 可相亲对象比我大了十几岁 已婚 丧偶 还有两个儿子 爸爸没有制止奶奶的荒唐事 认为女儿如果不能创造价值 飞得再高又如何 何况 她的生意滑落 需要有人帮忙 把我嫁出去 立马可解燃眉之急 一窝子烂人商量好后 灌酒把我弄晕过去 准备来个生米煮成熟饭 幸亏回来前 我给哥哥发过信息 就在奶奶的阴谋得逞之际 救星赶了回来 他见爸爸打算把酒精重度过敏 浑身长满红疹子的我硬送出门 气得当场暴怒 听小护士说 哥哥跟前来抢人的爸爸干了一架 结果被骂大逆不道 还挨了几山耳光 正因这几个巴掌 哥哥气我说出要跟这个家断绝关系的话 也是那时我才知道 大学的学费全靠哥哥省吃俭用 同时干几份兼职才分担过去的 他一开始瞒着我 是不希望我对这个家彻底绝望 如今 我彻底看清了所谓亲人的嘴脸 除了哥哥 其余人把我视作累赘 恨不得一脚踹开 免得多花家里半毛钱 跟家里闹翻后 哥哥郑重地说 别怕 只要有哥在 你永远有家 为了让我有之可依 他放弃了一家很好的事业单位 投身到销售行业 那是非常不容易的几年 我们住在出租房 哥哥披星待月 早出晚归 我守在家里 给他做可口的三餐 花更多时间提升职场竞争力 25岁那年 哥哥给我介绍了一个合适的对象 名叫宁东 宁东 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大家庭 胸有地公 轴利相处得很好 出嫁时 奶奶打了电话咒骂 说我不给家里嫁妆 这辈子 别指望回家 爸爸一向余孝 思考没反省 当年差点做了回我一生的丑事 连一句祝福都没有 哥哥独自扛起了娘家人的职责 用大半存款 替我首付一套房 还让宁东不许付我 婚礼当天 哥哥的大学校友来了好几个 其中一个跟我说 你哥为你操碎了心 之前为了物色好妹夫 不知替咱们洗了多少臭袜子 在绿营球场 让了多少球 看着在台上代表女方家长致辞的哥哥 我泪流满面 这个跟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大男孩清楚 出于奶奶和爸爸的偏爱 她一直有加 而我没有 同住一个屋檐下 她目睹我的遭遇 理解我的脆弱 也深知被孤立的痛苦 所以才卯足心力 利用女人重生的机会 替我寻觅最靠谱的归属 本以为有了大树荫壁 我可以一直幸福下去 但天有不错风云 快奔三的时候 哥哥查出了癌症 噩耗敲得人头晕脑胀 我马上丢下手里的工作 逮助他去省城大医院检查 情况非常不乐观 需要马上住院治疗 哥哥觉得生死有命 不想白白浪费钱 我哭得昆天暗地 哀求他给自己一丝希望 也给我留点报恩的余地 消息传回老家 爸爸骂我败家 明知哥哥没救了 还要把钱丢到大海 他不肯掏钱 毕竟小儿子智商不足常人 小学考试的分数从未及格过 将来肯定得靠自己养老 奶奶哭得老泪纵横 咒骂为什么死的人不是我 而是他的宝贝孙子 他倒是想掏钱 但是辛苦攒了一辈子的钱 全倒贴给爸爸那个 无底洞一样的家 后妈跟他天天斗来斗去 日子过得鸡飞狗跳 这一家子人 眼看哥哥再也指望不上 直到医院瞅了几回 再也没有过多的举动 讲义气的宁东 动用了婆家的关系 把哥哥安排到最好的医院治疗 每天花的钱像流水一样夸张 但宁东没有意义 他知晓我们兄妹感情有多深 如果这个时候还不做点什么 肯定会悔恨一辈子 哥哥看见一下子花了几十万 他心痛的想连夜离开医院 我抓着他日渐枯瘦的手流泪 哥 就让我好好报答你吧 如果可以 我宁可分你一半寿命 好人不偿命 祸害一千年的悲哀 在我的前半生上演 哥哥治疗了大半年 检查结果的数据依然不乐观 生命的最后 我带着他住到郊区 那里有丛林鸟叫 空气也清新 他常常回忆过去 说我小时候总把邻居给的瓜果留给他 裤子摔破了个洞 也是我一针一线去缝补 还有那个夏日 他被洪水冲走后 我光着脚丫拼命去找大人帮忙 哥哥在医院苏醒时 看到我满脚都是血泡 双眼还在为他的伤口哭泣 童年的点滴 其实我都不太记得了 那些细碎小事 跟哥哥对我的好比起来 简直天壤之别 离别的时刻终究到来了 哥哥拉着我的手絮絮叨叨 小林 你要记住了 生命只有一次 每天都要开开心心的 不要带着恨意去活 也不要对我有任何愧疚 我对你的好 全都是心甘情愿的 谁让我是你的哥哥呢 明明是心里早有准备了 但哥哥合上眼睛那一刻 我还是哭得不行人事 奶奶一时扛不住恶耗 中风倒下 半个月后跟着离开了 连着办两场葬礼 爸爸的神色看起来非常憔悴 好不容易再次踏入冰冷的家 我没有嗅到相依为命的气息 只感受到冷漠的亲情 爸爸竟然讨要我名下的那套房子 因为当初给首付的是哥哥 我扫了一眼神情不自在的后妈 明白谁有八九又是他在挑拨离间 宁东把一达不堪入目的照片送到爸爸手里 那时哥哥预判了他们的预判 早早托人把后妈痛脚抓住 原本敌不动 我可以不多事的 这下好了 爸爸将水性洋花的女人痛打一顿 女人报警告他家暴 事情闹得人尽皆知 一塌糊涂 连智商低下的儿子也没人管 我抱着哥哥的骨灰离开了 想必他也不愿待在乌烟瘴气的家 深冬到来 我摸着悄悄隆起的肚子 看着寂寥的天空 思念变得很浓 不知那个跟我在同一个子宫孕育 跟我有过命交情的大男孩 魂归何方 希望有朝一日再度相见时 哥哥会知道 世间有个人永远把他放在了心上 哪怕他失约了 没有陪我走到人生的终点 我也一样深深挂念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